排东市皇姓男子不满前妻与韩姓男子同居日前入侵韩姓男子住处被警方依无故侵入住宅及恐吓在前移送法办 记者罗绍平翻社分享 排东皇姓男子因不满前妻与韩姓男友同居一时促进大发 伙同龄姓友人入侵韩姓男子租屋处与韩发生口角并踹坏韩的租屋处门锁后离去 案进一人吕嘉欣20日在脸书地方社团就是爱台东PO文警方主动调查侦办 讯后依无故侵入住宅及恐吓罪嫌江皇林两人一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吕嘉欣本月20日在脸书就是爱台东PO文称早上7点照片 这两人开着车牌AMSXXX白色车停在门口 踩上车顶翻墙侵入台东市丰容入民宅 打开铁门两人入屋引发地方民众忧心台东治安变差 台东警分局封礼派出所所长蔡联锋表示 经调查全案情感纠纷与窃案无关 吕嘉欣是屋主韩信被害人是房客 警方以吕嘉欣提供监视器画面 约谈黄姓临行两名男子与韩信被害人 蔡联锋指出黄贤因不满前妻与韩信被害人同居 新生促进3月20日上午7时时 火同林姓有人驾驶自小客车前往台东市 丰容路上韩信男子租屋处 荒险两人借攀爬车顶和民宅侧门 进入被害人屋内并置该屋三楼破坏被害人所租住的套房门锁 期间与被害人发生口角争执后离开 并未着手窃取任何财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